昨天台股受到美股重挫影响 以及正所随的修法进度不如预迟的冲击 中场是小跌了一点 但是仍然守住了8200点的大关 不过接下来台股进入了年度的除全息阶段 高现金股利值利率的个股后市值得关注 肺股部分则可以留意半导体以及驱动IC 与触控相关的供应链 其他相关资讯来看今天《经济日报》的就事论事 《经济日报》 《经济日报》